大家好,欢迎来到阳光故事屋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,名字叫做《增仙孔后进棺材》,南京城外有一棵几百年树林的怪树,主干鼻子一人难医荷豹,这怪树材质坚硬并且有药性,虫溢不住,是极佳的棺材用料。 这个树正好能够打一口棺材,然而它却同时被两个人看上了,他们就是南京城里开科店的郭德进和开酒方的孙溢恩,他们都以年迈体衰,都想用这个怪树给自己打一口棺材,既然是这两个人想争,那南京城就再不会有。 第三个人敢开口说,想要这个树了,这郭德进和孙溢恩都是南京城里属一属爱的父母。 这天,郭德进带领几个儿子和伙计去砍树,孙溢恩闻讯后,也带领着人马冲冲赶了过去,两拨人几乎同时赶到了这棵怪树下。 都拿着家伙,气势汹汹汹,这时郭德进走到了孙溢恩面前说道,孙溢恩,这个树我早就看上了,你来臭啥热闹。 孙溢恩听了不屑地冷笑一声说,你看上了就是你的了吗?那你咋不看上纸镜城? 两个人争执不下,大概两个人不想闹出血光之斋。 孙溢恩先让了一步,郭德进,要不这样吧,咱俩也本说谁先看上这个树了, 咱让王富炳用这个树打口棺材,费用,咱俩平摊,谁先死,棺材归谁。 郭德进当即答应了,说到王富炳,就牵扯到郭松爱人当年的恩恩怨怨。 三十四年前,王富炳刚刚删续,他的父亲王有才病死了。 郭松爱人当时还都不富裕,但都与王有才有交情。 常常拿出前两阶级王富炳和他的母亲,那时候两个人的关系还不错。 可后来,他们为了发展格制的生意,在曾成东的一间铺面时,大打出手,从此落下了鸡院。 王富炳现在已经是南京城里棺材铺的老板了。 他一直不忘当年,郭松爱人对他们母子的救济之恩, 分年过街,就去给郭松爱人磕头送礼。 虽然郭松爱人之间忽如仇人一般, 可王富炳却把两个人都视若生负。 所以当王富炳知道了他们爱人的想法, 他值得应允了。 王富炳砍了树后,把木柴用回了棺材铺。 用这怪术打一口上好的,有讲究的棺材。 好石好工。 紧赶着作业得一年半宅的。 人们都以为王富炳会放下手头的其他壶, 专心地为两位恩人制作这口棺材。 可没想到几天后, 王富炳竟然从外地用来了一匹百木。 一边着作怪树棺材,一边着作百木棺材。 郭德静和孙义恩都有点不高兴了。 差人去问,一问才知道这百木棺材原来是京城的一位官老爷。 吩咐王富炳打得,王富炳不敢怠慢。 曼公出戏湖,花了一年的时间, 两口棺材终于制作完成。 郭德静啊,孙义恩都经常往王富炳的棺材铺溜达, 去看那口怪木棺材爱惜的福墨, 有时甚至还会躺在里面感受一下。 两个人都祈求上天, 能够让自己得到那口棺材。 智悦不饶人, 郭孙爱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 尽管吩咐家人不要伸张, 可是孙义恩病重的消息还是不紧挨走。 国德静本来没有什么要紧的大病, 可一听说孙义恩病得很重, 国德静竟然急火攻心, 一下子卧病在床, 眼看就要不行了。 几个儿子都在床前, 郭德静主伏道, 我死之后, 你们千万不要伸张, 一定要去王富炳的棺材铺, 把棺材抬回来, 然后再哭。 记住, 见了棺材在落泪, 如果不能躺在那怪木的棺材上, 我使得不甘心啊。 儿子们寒泪点头说记下了, 国德静是在半夜里咽气的, 几个儿子听存了父亲的遗嘱, 在半夜里就悄悄地赶到了, 王富炳的棺材铺, 可是刚到棺材铺的门口, 他们傻眼啊, 孙怡恩的几个儿子也赶来了, 难道孙怡恩也咽气了? 他们上前一问, 果然是。 不过梁伙人都说自己的父亲是先使的, 双方都不让步, 说说就动起手来, 这时候只听到王富炳一声大喝, 兜住手, 两位老人都用怪母棺材。 王富炳的这句话,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, 王富炳看了看郭孙爱人的这几个儿子, 领着他们来到了重放棺材的库房里, 人们进门一看, 竟然发现库房里从着两口, 一模一样的大红漆棺材, 人们围住这两口棺材扰了好几群, 也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同。 可那棵怪树只能够打一口棺材啊, 这是怎么回事了? 到底是哪棵棺材是怪木的? 人们纷纷地问王富炳, 王富炳叹了一口气, 缓缓地说道, 都是啊! 虽然那些木材只够打一口棺材, 但是我爸两位老人的遗愿都满足了, 国叔不是要躺在那怪木板上吗? 王富炳只做左手边的棺材继续说, 他老人家的这口棺材的底板, 就是用那怪木打得。 王富炳动了顿, 子子右边的棺材又说, 孙叔叔要用那怪木着棺材盖盖在他身上, 他老人家的这口棺材的棺材, 就是用那怪木打得。 那其他部分呢, 人们惊讶地问, 其他部分都是用百谋打得。 王富炳说, 看着人们惊愕的表情, 王富炳表情一重地说道, 当年郭叔和孙叔都像父亲一样待我, 这种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。 你们为老人准备棺木是尽孝, 我又何尝不想尽一份孝心呢? 我用来的摆木并不是什么精神官员的, 而是给两位老人用的两口棺材打成后, 我就尝起来了一口, 我之所以这样住。 其一, 两位老人的棺木都有我献出的一部分木材, 就算是我的一份孝心。 亲爱, 这样住, 既让两位老人的遗愿都得到满足, 也让你们不必再争了, 两位老人都如我的父亲一般, 我不想再看他们任何一方受到伤害, 可他们却争了半辈子, 他们不懂得我心里多难受。 我是真的不想看到我的兄弟们再争的头破血流了。 郭德静, 孙义恩的儿子们听到王富炳的这番话, 都眼圈红红的, 他们拍了拍王富炳的肩膀, 将隔制父亲的棺材抬回了家。 从这以后, 国得尽, 孙义恩的后代相处得很和睦, 没有再起过争执。 争先恐后, 进棺材这个故事, 阳光就给大家讲完了。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下期再见。